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问个05年的熟鸡的男孩 看耳朵 熟鸡的是吧 对 有耳朵 出毛病了 里面有浓水 有灵性 在头上 经常嘴巴里会乱讲 对,有一些 这孩子调皮很调皮 脑子还是蛮清楚的 对,很聪明 很聪明的 对,很聪明 你们好像培养他念经了吗 是,是,他跟我念经 会念经的 对 我看见他趴在佛台上 你们这个佛台太脏了 是的 水杯啊 这么大 水果呢 这么小 哎呦 靠着窗户 是 房间比较小 对,对 你的儿子我告诉你好吧 好 有一次做过 出过家 哦,这样 嗯,出过家 但是没修好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 明白 你给他好好念经 你给他拼命地念大杯咒 耳朵很快就会好 哦,是,他没有耳洞 所以我们想看他十八岁时候要不要开耳洞 他在做和尚的时候跟人家打架 把人家对方耳朵打龙了 哦,这样 所以今时他就是报应就是没耳朵 耳朵听不见 是的 但是他会讲话 当然了 龙耳朵 这个听不见 这个还听得见一点 哦,对 那个医生说他是靠耳背的耳骨来讲话的 对,就是震动 对 靠耳背的耳骨的震动 而不是靠耳膜 对,对 听得懂吗 知道 所以他听听人家讲话的声音 就是 孩子啊,你要吃饭了 你要听话了 他听进去都是这种声音 对,他前面也在问我台长讲什么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在后面是吧 对,他不愿意上来 他要是上来 我刚刚给他一加持 叫他马上听得见 很多 他不愿意 他说还行 不愿意上来 那下次再说吧 好好念经吧 好的 好吧 小房子还要2300张 好的 那个放生 1500条鱼 感恩师傅 好了 再问一个是同宵的小孩 12年的鼠龙男孩 看有没有身上有灵性站不起来 有 在腰上 一个灵性 大灵性在腰上 叫他好好念 好吗 好的 小房子 至少600张 好吗 好 放生 这个灵性慢大的 而且影响他的食欲 所以这个小孩子吃饭非常不好 对呀 对呀 不吃几乎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好了 还问个王人 李金泽 才两岁八个月 今年不在的 叫什么名字啊 李母子 金色的金 泽是江泽的泽 李金泽 对 江泽 浙江的泽 不是 三点水一个泽 三点水一个药一个风的那个泽 什么字啊 泽东的泽 李金泽 对 不该死的 很可怜 是 我们当时我们师兄都帮他祝宴 祝宴了 不该死的 他是被冤死鬼拉走的 人家拿他顶位了 他现在还是在旺石城啊 白天就出来 晚上回去 很苦的 你要给他念八十八张小房子 好吧 好的 我告诉你啊 刚刚你叫我看的啊 他现在来找你了啊 我 你帮别人看就要帮别人背的 台上帮人家看病都要背的 没有话讲的 我前天帮人家看 晚上 带着他 在下面逃 人家小鬼在追 没有办法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教他自己念 教他自己念 八十八张 好了 下去吧 不能再问了 我的功课 不能再看了 没时间了